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《戴维艾伦》的《尽管去做》 戴维艾伦,行政管理培训专家和教育家,拥有20多年丰富的管理经验,被誉为在提高工作效率方面最具建树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,并且一直担任甲骨文公司、世界银行等企业的高级管理顾问。 《尽管去做》这本书提供了获得更加旺盛的经历,变得更加轻松自如,事半功倍的一些方法。 作者在本书中揭示的方法,在各类企业中,在每一类工作中,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,甚至在家庭和学校里,都已经被证明是功效卓著的。 读完本书,你会发现无压力工作的力量。 当你把一颗石子扔到水里时,水会发生什么反应? 石子的质量和投掷的力量完全吻合,水不会反应过度或反应不足。 但是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有压力的事情时,我们往往会受到压力的控制,从而导致我们意想不到的反应。 例如,如果你已经被堆积如山的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,而一封新增的邮件又加重了你的任务量,你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并草率地回复。 但是如果,你有一种像水一样的状态,对邮件或其他你遇到的事情不会反应过度或不足,而总是恰当地回应,那不是很好吗?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,你需要获得一种对所有工作的控制感,这就是尽管去做,也称为GTD方法的作用所在。 GTD建立在简单的原则上,比如做一个全面的任务清单,为工作制定清晰和切实的下一步行动等,它解放你的大脑去解决问题,并让你的所有任务,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工作的,向前发展。 通过本书,你不仅会发现如何使用GTD来更好地安排你的工作,你还会了解一些关于生活目标的基本问题。 一旦你有了这种清晰认知和控制感,你不仅会发现自己更有效率,而且随着你内心平静和对所有工作进行了掌控,你的压力也会急剧减小。 通过本书,你会了解到,你如何在误用你的大脑,如何实现长期的想法和梦想,比如攀登珠穆朗玛峰,为什么疲惫不能成为不高效的借口? 我们的大脑善于思考,但不善于记忆。 如今的人们工作繁忙,一个典型的早晨可能是这样的。 你正在写一份文档,突然收到一封电子邮件,通知你更新沙斗软件。 然后,就在你准备这么做的时候,你的阿姨打来电话,说你应该回复她的婚礼邀请。 就在你挂断电话的时候,你的老板来找你,要求你开始写一份新文件。 你刚才在干什么来着? 尤其是知识型员工,他们每天都要同时处理几十项任务和事项,同时还不断受到更多任务和事项的轰炸。 为了在这场冲击中生存下来,大多数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塞进大脑里,试图记住所有重要的信息,预约和即将到来的任务。 不幸的是,这种方法浪费了大脑的思考能力,用一团乱糟糟的信息,把大脑也搞得一团糟。 而且,试图记住所有事情,最终会导致你无法完全专注于手头的工作,因为你的大脑仍然会试图解决所有你该做,却还没做的事情。 不管你愿不愿意,你的大脑都会不断地提醒你,这些任务还没有完成,这会让你分心。 当记住要付这个月的电费这样的想法不断打断你的思路时,你就无法集中注意力。 那么,怎样才能掌握现代职场的任务、会议和信息网络,让你真正专注于你正在做的事情呢? 这时候就需要用到GTD方法。 通过一个具体而强大的五个阶段的工作流程,你可以重新控制一切。 一,收集阶段,记下你的想法,而不是把所有的想法,代办事项,决定等,全都塞进你的大脑中。 你需要在一些外部平台上记下它们,无论是在纸上,还是电子设备上。 二,处理阶段,弄清楚每一个任务是什么,你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做。 三,整理阶段,将得出的结论整理成列表。 四,检查阶段,反思什么对你来说是重要的,回顾列表里的任务。 五,执行阶段,着手去做你的任务,选择你希望采取的行动,然后去做。 GTD方法就是这么简单,它能让你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更强的控制感。 在面对变化的环境时,具有更放松的心态,更好的决策和更大的灵活性。 但是,在深入了解GTD过程中每个步骤的细节之前,让我们先设置一下工作空间和工具。 为了全面应用GTD方法,你需要正确的工作空间、工具和归档系统。 开始使用GTD方法的一个很好的地方,是你自己的工作空间,在那里所有的相关材料都是可用的。 那是一个你可以自己控制的空间,会让你舒适地进行工作。 你还需要在家里和办公室里视之相同的工作空间,这样你就可以在这两个地方都同样高效。 如果你花了很多时间在路上,你可能需要考虑一个移动设备,让你在路上也能完成工作。 永远不要和任何人分享工作空间,即使是你的伴侣,因为你不想每次都要花时间把你的工作空间布置成你喜欢的样子。 你至少需要一个写字台和一个收纳空间。 一些基本的必须工具,包括资料存放框、纸、笔、便利贴、回形针、卷尺、定书机、打签机、文件夹、日历和废纸楼。 这些都是除了手机或电脑等用来记录和安排任务的设备之外的工具。 这些工具对于建立你的归档系统非常重要。 你可以在该系统中存储文档、文章、笔记、门票、钥匙、会员卡等等。 你应该有归档系统的实体版本和用来保存参考资料的数字版本。 所以买个质量好的文件柜,并在手边准备足够多的空文件夹,给文件夹提上标签,放进文件柜。 一般来说,如果你花了超过一分钟的时间来整理文件,那就太耗时了。 你可以设置一个简单的按字母排序的归档系统,按照主题、人物、项目或公司的首字母来归档。 这是一个高效且异于使用的方法,可以缩小查找范围。 例如,如果你想找到你为XYZ公司做的质量项目的文件,你只需要查找字母Q和X就可以找到它。 当然,在数字归档系统中,你可以搜索信息,但是以一种有用的方式组织信息仍然是有意义的。 最后,同样重要的一点是,确保每年至少清理一次文件,避免系统变得拥挤而混乱。 这种清理,不仅让系统有更多可用空间,还让你更放心。 因为你知道,即使不确定是否需要这些东西,你也可以将它们先归档。 因为,你之后进行一些清理时,可以再将它们扔掉。 接下来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GTD方法的五个阶段的工作流程。 第一,收集阶段。 在可信赖的收集工具中,记下你所有的任务、想法、提醒等。 例如,这几天你的注意力正被源源不断地请求、问题、任务、邀请等轰炸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GTD工作流程的第一个关键步骤,是在收集工具中,记下所有这些信息。 也就是说,你可以在大脑之外的地方,记下信息和想法。 这些信息就是你的代办事项。 在收集工具中,你可以不加思索地记下所有你需要做的事情,或对未来做出的决定。 包括你午休时的一个商业想法,在工作中完成一个项目,给朋友买一份生日礼物,阅读现代艺术的书和修理坏了的手表。 当你把它们记下的时候,不要担心这些东西有多重要或多明智。 重要的是,它们都需要被记录在一个你知道你以后可以找到它们的地方。 外部工具的好处是,例如,当你在写一封电子邮件时,你想起来你需要支付电费,这时你可以暂时记下任务,然后继续专注于写邮件,并有效地完成它。 当有人给你带来发票,或你决定今晚要去看一场戏时,情况也是如此。 你的收集工具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,这取决于什么对你有用,比如笔记本,电脑上的表格,甚至是你可以放置物品和纸张的盒子。 你也可以使用这些工具的组合,只要保证你整理得简单有序,不会乱糟糟的。 一个好的经验法则是,使用尽可能少的收集工具,记录尽可能多的东西。 无论你有多少收集工具,确保它们伸手可及,因为你需要随时随地能够找到它们。 同时,确保你全面地使用你的收集工具,它们应该足够强大,能够容纳每一个信息,甚至最小的任务都应该被收纳进去。 如果你还没有做到,不妨从现在开始就浏览你当前所有的代办事项、想法、计划和材料,然后把它们放入你的收集工具中。 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,但收集的更全面,会帮助你的大脑信任这个系统,这意味着它不会再用未完成的任务烦扰和分散你的注意力。 第二,处理阶段,每周清空所有收集工具。 你是否设置好你的收集工具,并将你所有的任务、想法和提醒都放入其中? 如果是这样的话,恭喜你。 你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,但是只有当你定期清空收集工具时,GTD方法才会起作用,否则它们只会变成一堆杂笼无章的东西。 你的大脑很快就会开始不信任它们,然后它们就会再次变成令人烦躁的东西。 你的注意力会再次被它们分散。 比如你会想,也许我应该停下手头的工作来付账单,否则我很可能会把它和其他垃圾一起丢进废纸楼里,然后你就又回到了起点。 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每周清空一次收集工具,你需要弄清楚每个项目是什么,并把它们放到正确的地方。 接下来,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清空阶段。 首先,如何知道在收集阶段哪些东西是你不需要记下的呢? 先看看你收集工具中的每一个项目,然后简单地问自己,它是什么? 这里要确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项目是否可行,也就是说你是否需要对此做些什么。 如果这个项目是不可操作的,那么就只有三种可能。 一,它不再被需要,意味着它是垃圾。 二,现在不需要采取行动,但以后可能需要做些什么。 例如,邀请你参加一个你不确定能否参加的未来活动。 三,这是你以后可能需要的信息,比如你计划承担的项目预算。 但如果这个项目是可行的,你需要问问自己想要的结果是什么。 如果它需要采取一些行动才能达到这个结果,那么这就是一个代办事项。 例如,为凯尔布置生日派对,然后你需要问自己这个代办事项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,是否是具体的可见的。 例如,打电话给大卫,或买油漆是具体的下一步行动,但对客户进行调查并提出调查结果不是。 一旦你确定了下一步行动,你有三个选择。 一,如果一个行动需要不到两分钟的时间,那你就立即完成,然后再做下一个。 事实上,储存和整理这些行动比马上就做要花费更多的时间。 二,如果一个行动需要超过两分钟的时间,考虑一下你是不是做这件事的合适人选。 如果不是,把它委派给合适的人。 三,如果你是执行这个行动的合适人选,但这需要超过两分钟的时间,那就推迟。 这就是处理阶段,规则很简单,定期清空你的收集工具将使你的工作更放心,压力更少。 第三,整理阶段,清空你的收集工具,把项目放到正确的列表。 现在,你已经明确了每一个项目是什么,是时候进入GTD方法的整理阶段了,这是奇迹发生的地方。 大多数传统的代办事项清单不起作用,因为它们缺乏组织性,很快就变成了任务、提醒、想法和信息的大杂汇,根本不可能找到真正可行的项目。 GTD管理阶段的每一步都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详细介绍,但之前请先回顾一下在清空阶段所做的选择。 我们前面提到,没有未来价值的项目会被删除或丢弃,而可以在两分钟或更短时间内完成的可操作项目,则应该立即完成。 那么接下来这些项目会有怎样的结果呢? 如果一个项目是可行动的,达到预期的结果需要不止一步,那么它就是一个计划,应该放进你的计划清单,计划的大小可以相差很大,从写小说到在客厅里安装灯。 如果一个项目是你委派给别人的,那么它应该被放到代办清单上,比如你在选择预示瓷砖之前需要听承包商的意见。 如果一个项目是你推迟的,你有两个新的选择,把它放到你的日程表里,或者放到你的下一步行动列表里。 日程表用来记录特定时间或特定日期的行为或信息。 比如,早上九点看牙医,或贝琳达明天要去度假,问问她是否一切都准备好了。 下一步行动列表是指所有代办事项,因为拥有一个包含数百项的长列表是不实际的,所以你可以根据主题将这些列表分类。 例如,给杰夫发邮件或查找邮传价格这样的项目可以放在电脑项目列表。 而要打电话可以放在电话项目列表。 如果一个项目是不可行的,但你可能需要在以后做些什么,你就把它放在将来某时或者也许列表中。 这是为你现在不想做,但也不想忘记的事情预留的。 比如,学习西班牙语或修理户外甲板。 你也可以有更具体的清单,比如要看的电影或要读的书。 如果一个项目以后可能会成为有用的参考资料,那就把它作为参考资料储存起来。 比如,把你最喜欢的餐馆的外卖菜单放到你的文件夹里,或者把老板的绩效评估保存到你的硬盘里。 这些列表构成了GTD方法的主干。 接下来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它们。 首先,使用项目列表来跟踪你当前的项目,并明确下一步行动。 良好的项目管理是工作效率的关键组成部分。 在GTD中,项目被定义为需要采取布置一个行动步骤的预期结果。 因此,写一封电子邮件不是一个项目,但组织一个大型会议或计划一个假期是一个项目。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深入讨论如何定义项目,但现在你只需要知道项目存储在项目列表中,应该定期检查和更新。 在这个列表中,你应该记下所有在不久的将来需要完成的项目。 当你每周检查这个列表时,你应该始终确保每个项目都有一个清晰、具体的下一步行动,因为它们是推动项目完成的关键。 坚持确定一个具体的、可见的下一步行动,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习惯。 它会让你的项目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。 因为,如果你在你的清单上看到一个模糊的下一步行动,比如给我的车做保养,你大脑的某个部分就会感到不清晰,就会放弃这个行动。 但,如果你问下一步是什么,几秒钟内你就会得出在网上搜索汽车维修公司,这要容易得多。 一旦你确定了要采取的行动,就把它储存在你的日程表或下一步行动列表中。 确定下一步行动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习惯,你甚至可以在项目管理之外使用它。 例如,你应该让它成为会议的标准练习。 在每次会议讨论的时候,你都可以提问下一步是什么,谁将在何时采取行动。 如果没有对这个问题的明确回答,那么讨论应该继续下去,尝试一下这种方法,你可能会对你所看到的工作效率的飞跃,感到惊讶。 其次,自然规划方法明确了项目的目标和下一步的具体步骤。 当我们谈到项目的话题时,让我们简要地谈谈项目规划的所有重要技能。 当你计划一些简单的事情,比如外出吃饭,它是很容易的,很少失败。 但,像与客户进行复杂的交易,举办大型婚礼或组织重要的商务活动这样的项目,在计划时多少都会有压力。 那么,怎样才能让计划一项重大工作项目,像计划晚餐一样轻松愉快呢? 你需要用到自然规划方法,它指的是你在日常生活中计划事情的方式。 它包括五个步骤。 一,宗旨和原则。 二,结果展望。 三,头脑风暴。 四,组织。 五,确定下一步行动。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。 第一步,宗旨和原则。 从确定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开始,它的目的是什么。 例如,为什么你需要写一份商业计划。 如果你的理由是为了获得资金,那么你就得知道如何与投资者打交道。 接下来尝试确定项目的另一个基础,你所关心的原则。 例如,也许你有这样的原则,你的团队不能感到工作过度,或者结果必须在道德和财务上都是合理的。 在项目过程早期确认这些原则,将使得在这些原则内工作更容易。 第二步,结果展望。 通过问自己项目完成后会是什么样子,来想象你想要达到的结果。 一个明确结果的例子是,将公司的销售额提高5%,以这种方式确定目标有助于你专注于项目,而专注将帮助你获得成功。 第三步,头脑风暴。 集思广益,想出实现目标的方法。 一旦你确定了目标,想法就会自动地出现在你的脑海里。 不要停下来去评判它们,让它们自由地发展,但一定要把所有想法都记下来。 在真正的头脑风暴中,追求数量,而不是质量。 这将最大限度地提高你想出好点子的可能性。 第四步,组织。 组织你的想法,找出最重要的并进行分类。 排序的方法可以是自然地排在一起,或者按照发生的顺序,或者按照优先级。 例如,你可以把所有与市场研究相关的想法,或者在考虑其他想法之前,需要清空的想法,放在一起。 第五步,确定下一步行动。 确定下一个可以推动项目向前发展的,具体的,可见的行动。 如果你的项目有很多组成部分,那就每个部分都问问自己,或其他人,现在是否可以行动,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下一步行动。 例如,如果你的项目是增加5%的收入,下一步可以是给大夫发邮件,询问当前的收入细分情况。 这可以推动你的项目继续进行。 当人们第一次使用这五个简单的步骤时,他的力量常常让他们感到惊讶。 你可以尝试一下,想出一个你想做的项目,拿起笔和纸,开始思考为什么你要做这个项目。 当你对项目计划有信心的时候,你就知道这个项目已经准备好了,你就不会再对它苦思冥想。 如果你对结果或接下来的行动仍有疑问,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仍在思考这个项目,这表明你还没有完成。 另外,用日程表和下一步行动列表,代替每日代办事项列表。 许多人依靠每日代办事项列表来提高他们的效率,但这种方法还是有很多的不足之处。 这样的列表往往会失败,因为你无法提前真正知道自己在特定的一天里能够完成什么。 因此,它们会导致不切实际的计划、挫败感和浪费时间去做那些在你开始之前就注定要失败的事情。 更有效的方法是使用日程表和一个或多个下一步行动列表。 先来了解一下日程表,它只有一个目的,旅行约定,你应该把它当成一个神圣的地方,为你的其他项目计划提供一个空间,它应该只包含以下类型的项目。 1. 特定时间的行为,比如预约医生。 2. 特定日期的行为,比如在同事休假前的最后一天给他打电话。 3. 特定日期的信息,比如你去看医生时需要携带的文件。 3. 日程表上不会有其他代办事项,因为它们只会影响那些特定时间或特定日期的事项的重要性。 4. 所有其他的任务或具体的行动都应该放在你的下一步行动列表中。 它可以管理你将要承担哪些任务的核心,在这个列表里放置所有需要超过两分钟完成的项目。 5. 根据列表上的任务数量,根据主题,例如打电话,在超市或使用电脑,将其分类为多个列表。 5. 因为如果你根据主题来安排你的任务,你就会知道在办公桌前,会议上或在机场等候时该做什么。 6. 当我们进入GTD的执行阶段时,下一步行动列表可以让你在空闲的时候快速决定要做什么任务。 6. 此外,当你和其他人一起工作时,等待列表是非常有用的。 7.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,当前的所有项目都应该放在项目列表中。 7. 当你使用下一步行动列表时,你可以确保你一直在做那些每次都让你的项目接近尾声的任务。 7. 但通常情况下,你也需要依赖他人。 7. 例如,你可能需要等待同事为你打开演示屏幕,或者从酒店得到关于房间是否可以预定的反馈。 7. 然而,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放弃对相关项目进展的所有控制。 7. 每当你依赖于别人的工作时,例如,你在等待同事给你发送一些用于演示的数据,你应该做一个等待列表,记下其他人要交付给你的所有事项以及截止日期。 7. 如果你每周检查和更新这个列表,你会注意到有人没有遵守承诺,没有在特定时间内完成特定任务。 7. 在这种情况下,你必须提醒那个人。 8. 你可以通过电子邮件,简短的电话,或者去同事的办公室,温和地提醒他应该发送的数据。 8. 如果这样做的时间不到两分钟,那就立即行动,如果超过两分钟,就把它写在下一步行动列表上。 8. 最后,所有与未来相关的想法,都应该放在一个将来某时,或者也许列表中,或者放在一个备忘录中。 8. 这题地方法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,将来某时,或者也许列表。 8. 所有不符合下一步行动列表,或项目列表,但也不应该萦绕在你脑海中的事情,都可以放在这个列表里。 8. 它包含了所有你还没能转化成具体想法或任务的事情。 8. 一般来说,将来某时或者也许列表上的内容,可能是为你的家购买或建造的东西,你希望进行的旅行,你希望学习的技能,等等。 8. 比如攀登珠穆朗玛峰,学会弹吉他,或精通日语。 8. 尽管这听起来像是一份不太重要的清单,但不要低估将来某时或者也许列表的优势。 8. 它可以帮助你跟踪那些在未来可能非常重要的项目想法。 9.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,你竟然做了这么多事情,但你无法在实际成熟时采取行动,除非你在灵光一现时就把它们记下来。 9. 你也可以把列表分成一些子类,比如看电影,品尝葡萄酒,和孩子一起做事情。 9. 就像所有的GTD列表一样,如果你想要有效利用将来某时或者也许列表,你必须定期检查和更新它。 9. 另一种提醒自己将来想做的事情的方法,是做一个到期备忘录文件。 9. 它可以通过在特定时刻给你发送信息,来提醒你。 9. 备忘录文件是一个非常精确和有逻辑的文件系统,它由43个文件夹组成,31个文件夹用于未来31天,12个文件夹用于未来12个月,日文件夹放在月文件夹的前面。 假设今天是5月2日,那么系统会将文件夹3到31放在最前面,然后是月份文件夹,从6月开始。 在每个文件夹中,你可以放置与某天或某月相关的项目,比如你计划旅行的文件。 每天你都要把某天需要发送给你自己的文件、提醒或项目放到文件夹里,然后把日文件夹移到下个月的文件夹之后。 当到了第一个月文件夹的月尾时,将某个月发送给自己的所有提醒,按相关日期转移到31个日文件夹中。 这个方法的棘手之处在于,你必须每天使用和更新它。 类似于下一步行动列表,这些列表帮助你在正确的时间找到正确的信息,毕竟列表通常比你自己的记忆要可靠得多。 第四,检查阶段,不断地回顾你的列表对于高效工作是必不可少的。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如何组织你的任务、项目、提醒和想法,是时候继续进行GTD方法的第四步,检查。 GTD方法的目标是让你感到放松,并控制你当前的所有项目,跟踪它们,并确保它们在向前推进。 但要做到这一点,你的列表必须时刻保持最新和完整,只有取得了对列表的信任,你的大脑才会放松,才能完全专注于手头的任务。 这意味着你要经常回顾检查,每天查看你的日程表,了解情况。 例如,如果你一整天都在开会,这将极大的影响你一天的计划。 在你为你的一天做出计划之前,你需要知道这一点。 然后,检查你的下一步行动列表,了解在哪里你可以做什么任务。 如果你整天都在办公室,你可以查看一下你可以做哪些与电话或电脑相关的工作。 此外,你还需要花几秒钟的时间来回顾列表,看看是否出现了计划之外的事情。 比如,你发现自己超出计划的在某个地方等待了很久。 但,坠替的方法的真正困难,在于全面的每周回顾。 首先,把前一周遗留下来的东西都整理好,清空你的收集工具,记下那些可能还在你脑子里打转的想法。 同时,查看你的下一步行动列表,划掉完成的项目。 然后开始检查日程表。 你可能会意识到,你需要为即将到来的约会准备一些东西。 而,前一周的约会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你想要记下的想法。 现在再看看其他的列表。 在等待列表上,是否有需要再次跟进的项目? 你的项目列表看起来怎么样? 查看每个项目的状态、计划和材料。 确保它们在你的列表中,至少有一个下一步行动。 最后,看看你的将来某时或者也许列表。 有没有什么事情变得有趣或重要,以至于你现在要去完成它们。 如果有,把它们变成你的计划项目。 但也要删除不再符合你的兴趣的项目。 你应该为每周回顾预留几个小时。 但是,你需要的确切时间,取决于你的大脑需要多久感到安全和信任你的列表。 因为这对整个列表系统的成功至关重要。 所以,你应该养成每周回顾它的牢固习惯。 比如,你可以在周五下午制定每周回顾计划。 这样,你就可以在周末头脑清醒,有控制感的情况下结束工作。 第五,执行阶段。 根据当前的情况和重要性,选择每一刻要做什么。 GTD方法的最后一个阶段,是实际完成任务。 那么,在每个特定的时刻,你是如何选择做什么呢? 首先,你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。 但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它,你需要考虑四个标准。 一,环境。 在当前环境下,你能做什么? 例如,如果你没有电话,你就不能打电话。 为此,将你的下一步行动列表进行分类是非常有用的。 因为,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可行的任务。 二,时间。 你有时间做什么? 如果你在下次会议前只有十分钟的时间,那么开始一个长达数小时的预算审查,可能是没有意义的。 三,经历。 你有经历做什么? 如果你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做预算审查,你可能会感到筋疲力尽。 但这不是不提高效率的借口,因为你仍然可以做一些不太繁重的事情,比如预定机票。 四,重要性。 哪个任务最重要? 要回答这个问题,你需要了解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。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深入探讨这个问题。 无论身在何处,都要保持高效,随时带着你的列表。 这样无论你在哪里,你都能利用意料之外的等待时间,无论是在办公桌前,通勤途中,还是因为航班延误而被困在机场。 最后再来讨论一下重要性这个问题,通过由下而上的方法,来了解事情的重要性。 要想知道在工作和生活中什么事情是重要的,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。 重要性可以分为如下六个层次。 第一,目前的行动,这是最不重要的,包括你当前要做的任务,提醒,要回复的邮件等。 第二,当前的工作,这些是你的项目列表里当前项目,它们包括层次一中的大部分任务。 第三,工作重点和责任范围,你承担的项目是基于你所拥有的职责和角色,这些都是你想要取得成果的领域。 在工作中,这些可以是领导力、战略规划或市场研究。 在家里,它们包括你的健康、财务和家庭关系。 你永远不会完成这些,但它们会引导你的行动方式。 如果你意识到有一个任务没有出现在项目列表中,你可以考虑为它添加一个项目。 第四,一到两年的目标。 设想一到两年后你想要的生活状态,这些目标会影响你的工作重点和责任范围。 在工作中获得关键的晋升,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 第五,三到五年的计划。 这是一个三到五年的时间框架。 在这个框架中,你不仅需要考虑你想在生活中达到什么水平,比如你的长期职业或家庭愿望。 还需要考虑什么外部因素可能会影响你的生活,比如技术发展。 第六,生活目标,这是最重要的。 比如,你为什么存在,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。 前五个层次都受到这个答案的影响,你所承担的所有任务都将引导你走向它。 有些人认为,从你的人生目标开始行动是合理的,但在实践中,由下而上的方法往往更有效。 它让你首先处理日常生活中更细节的事情,这样你就可以为更重要的事情节省你的创造力。 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,你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有什么想法吗? 如果有的话,把它们记下来。 也许它们中的一些就到了你的将来某时或者也许列表里,或者你可能决定制定新的项目。 例如,和你的伴侣起草一个梦想计划,或者找一个私人教练来谈论你的生活目标。 当然,即使你已经确定了项目的重要性,你仍然需要定期回顾它们,从每天回顾最不重要的事情到每年回顾最重要的事情。 最后,总结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。 GTD方法能让你以轻松的方式处理大量的任务,轻松管理你的工作。 GTD方法的五个关键步骤是, 一,在你经常清空的外部书籍工具中记下你的想法,这会让你的大脑得到解放,去做它真正擅长的事情,思考和解决问题。 二,弄清楚每一个项目是什么,你可以用它做什么。 三,将结果组织成一个列表结构,比如日程表和项目列表,下一步行动列表,将来某时或者也许列表和等待列表。 四,反思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,回顾一下列表中的项目,这是至关重要的,因为它确保你的大脑继续信任列表。 五,执行任务,根据当时的环境、时间、经历以及重要性,选择你可以做的事情。 好了,尽管去做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